有一个成语叫做见怪不怪 假如有两个人 他进入一个厕所 你知道 有一个人很快就适应了 见臭 闻臭不臭 几分钟以后就不再觉得有那么臭 可是另外一个人 在里面无论待多久 还是像第一秒钟进入这个厕所一样 觉得味道刺鼻 心里难受 那各位 你们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们想做哪一种人呢 你们想做哪一种人呢 基督徒呢 基督徒就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无论待多久都仍然不能适应的人 怪就是怪 见了再多 每次见到还是怪 还是感到惊讶 尽管邪恶的事情 每一天都在发生 但是每一次面对邪恶的时候 还是感到无比震惊 活在上帝恩典当中的人 对于罪有一种 不能够消除的敏感 基督徒对于邪恶 有一种不能够缓解的厌恶 因此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比非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 更加感到痛苦和不适应的人 但是呢 这是一个坏消息对吧 说我没有信主呢 我早就适应了 我也不觉得臭 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 我的生活有多坏 但一旦信主了之后 我严重不适应这个社会 但是呢 另一个方面 基督徒对于上帝的恩典 也有一种 每日常心的惊讶感 基督徒对于上帝的 任何一点点的 在我生命中的供应 都感到如此的不配 因此同样有两个人 今天吃了一碗面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是非基督徒 那请问谁比较幸福一点 基督徒比非基督徒 更加地感到幸福 基督徒维持开心 不但胜过非基督徒 而且他的这种开心 他的这种满足 他的这种感恩的心 他的这种被宠爱的 一种幸福感 是非基督徒 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很惊讶 他说你没吃过这面吗 因为基督徒 既认识自己的罪 也认识基督的恩典 因此基督徒是在 世人都感到不满足的时候 仍然感到满足的人 基督徒是在 世人都愤怒和抱怨的时候 仍然为了这个世界 本来应该毁灭 却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毁灭 而感到庆幸的人 基督徒是在世人绝望的时候 仍然充满盼望的人 是在世人都悲痛哭泣的时候 我们虽然也哭泣 但是却能够在眼泪当中 最终笑出声来的人 因为支撑基督徒的 全部生命的力量 是上帝的恩典 感谢观看